冬季干痒是台湾人皮肤常发生的状况 请问下列何种日常保养 可以解决冬季干痒的问题呢 A 衣服穿厚一点 B 使用止痒的肺子水 C 擦油性乳霜 请作答 我的答案是 C 擦油性乳霜 对对对 擦油性的乳霜应该是这样吧 干痒不是擦油的吗 可是因为我之前冬季在这里很容易干痒 但是我就擦那个矿 那个什么油啊 婴儿油 我想说这样子是不是比较滋润 我越擦过敏越严重 可是那是油耶 这个是乳霜 但她说油性 她说油性我就不知道 通常乳霜都是油性 我可以擦乳霜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油性的油跟油 那个矿那个油有没有关系 是不是很像绵羊油那种老字号雪敷懒 对对对有一点油 因为以前老人家都可以擦那个 就好啊 就是有老人家皮肤有这样子比较干 外面也在卖 连小孩都可以擦的那种 对 因为肺脂水感觉就越来越干啊 肺脂水这个没听过 衣服穿厚一点 我没听过这样子的建议 所以应该是选择的是 擦油性的乳霜 对活重 三 二 一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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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皮肤科 肤子变得很差 肤子变得很差 更加敏感 使冬季肝养症的年龄有向下走的趋势 对 所以你要擦一些油性的乳液 然后调整你的作息 尽量就是12点以前入睡 多喝温开水 少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